为有效防范境外输入疫情的扩散 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将采取更加严密有力的防控措施 具体呢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继日起首都机场全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进港航班 均停靠首都机场T3D处置专区 全部人员严格落实健康申报卡填报 二是从3月16日零时起 所有境外进京人员均应转送至集中隔离点 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集中观察点将配置专业医护和工作人员 有特殊情况的经严格评估可进行居家观察 进行集中隔离观察期间隔离人员的费用 实施自理自费 三是对于虚报信息隐瞒病情 造成疫情传播的人员 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并纳入信用体系 并纳入信用体系 我们到这里 这种影响非常影响 因为在其他国家里 我们都没有这么做 只有在中国 任何回事 intruder 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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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一、二、三观察期间 特别人